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亚洲新闻 我是主播王荣生 如果你想获得更多关于亚洲的时事新闻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 马上带你来关注今天的亚洲新闻 中美密谈 乌克兰 拜登 习近平 7月通话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政策协调员坎贝尔表示 美国和中国进行了详细和坦诚的讨论 同时美国媒体引述白宫消息称 美中两国正在安排双方领导人于今年夏天再度通话 坎贝尔就说保持这些沟通渠道畅通 试图消除潜在的误判领域 确保在有沟通不慎或误判的情况下仍保持沟通 是美国的首要追求 因为美国试图建立无可否认的竞争关系 但希望是一种和平的关系 在这种关系中双方都可以发挥出竞争的最佳状态 美国接下来要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参与 并与欧洲、印度、日本、东盟国家等伙伴盟友 在气候变化、非法捕鱼、海域意识等方面紧密合作 确保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同时将四方安全对话提升到更高的级别 以推动更多的计划 那譬如四方疫苗计划 那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计划在2022年底 为亚洲地区生产和分发至少10亿支的新冠疫苗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领袖 麦考尔众议员在同一场的座谈会上表示 美国应该加强印太各国的经济连接 以在印太地区应对咄咄逼人的中国 那彭博社16日引述两名华府消息人士就报道 美国官员正安排总统拜登 今年夏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 那报道就引述消息人士称 这次通话可能最快在7月举行 但没透露通话重点 并指双方可能等待习近平在中共20大成功连任后才会面 那同时白宫高层一直强调为美中关系设立护栏 避免双方之间的分歧演变成危机 沙利文在稍早的座谈会上就表示 他和杨洁篪会面时 乌克兰战争也是他们的会谈重点 谈其俄乌战争中北京的角色 沙利文说他并没有看到北京违背 国际制裁俄罗斯的决定 为俄罗斯的侵略提供帮助 沙利文就说中国对此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 在我们特别严厉的向他们施压的问题上 包括提供援助逃避制裁 那我们认为中国没有采取跨越这些界限的举动 沙利文在座谈会上也表示 美国坚决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以阻止像中国这样的潜在侵略者 采取类似行动 如果美国让入侵乌克兰不受挑战或自止 他将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潜在侵略者 发出一个信息 那就是他们可以做同样的事情 中国拉萨号首闯日本海演习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6月15日报导 日本防卫省联合参谋部周二晚通报 海上支卫队周一发现中方海军 由拉萨舰052D型驱逐舰成都号 和903型综合补给舰东平湖号 等三艘军舰组成的编队 从西南方穿越对马海峡 寒向东北方的日本海 而日本海上支卫队也紧急出动了 天草多功能支援舰 以及舟和白鹰号导弹艇进行跟踪监视 那这次拉萨舰自2021年3月 入列中国海军服役以来 第一次进行沿海演习 拉萨舰是中国第二艘055型导弹驱逐舰 而从2022年起 它就在黄海进行了几次的实战演习 那根据台湾中时新闻的报道 中国的第一艘055型大型驱逐舰 南昌号2021年速度参加编队 在日本海进行了沿海演训 接近美国阿拉斯加州 并几乎把日本整个绕了一遍 那观察家就认为 身为055型大型二舰的拉萨号 可能也会执行类似的任务 环球时报援引北京军事专家 魏东旭指出 在这一次的编队演训中 防空和反潜是可能的训练目标 而这将显示中国海军能够保卫 沿海的战略利益 那由拉萨号带头的舰队 展现了先进水面舰的战力 以恶阻台湾分裂分子 还有外军干涉势力 那中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 建造海军舰艇 现在已拥有世界上 船体数量最多的海军部队 美联社就报道称 据信在中国计划中的 第一批055型驱逐舰中 已经有五艘入列服役 联手对抗中国威胁 五国重振 五国联防 那英国和马来西亚 新加坡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这四个英联邦的亚太成员国 宣布扩大并重振 51年前签署的 五国联防互助协议 五国联防的核心 是要求成员国承诺 在任何成员遭受武装攻击 或面对武装攻击的威胁时 要彼此磋商 相互决定应该联合或分别 采取哪些措施 那协议没有军事干预的具体义务 新加坡国防部 在一份声明中就说 在五国国防部长会议上 部长们讨论了 在常规领域深化现有合作 并在非常规和新兴领域 加深合作的方法 确保五国联防 在处理当今安全挑战中 依然具有相关性 声明就说 五国国防部长会议 还讨论了五国联防 在建立信任 推动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次序 并在地缘政治加剧 紧张的气候中 提供保证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马来西亚高级国防部长 西山穆丁在会上就说 他的最大担忧 是可能失控 并被升级的无异事件和事故 他说如果五国联防不存在 就没有机会管理 有时的确会失控的事件 那澳大利亚副总理 兼国防部长马尔斯就说 澳大利亚致力于五国联防 他们并不认为这是病染的 马尔斯还说 五国联防寻求海上安全与防恐 以及共同处理人道主义议题 以及供应链的安全 那在此之前 四方安全对话在2007年成立 澳英美安全协议也在2021年成立 尽管有这些更新的安排 马尔斯就说 五国联防继续具有相关性 因为它有50年的历史 那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就表示 五国联防会继续促进地区合作 通过定期演习 对话和专业互动平台 对地区安全架构做出了建设性的贡献 那除了台湾和朝鲜的核威胁以外 那该地区继续担心中国对南中国海的大部分地区提出的管辖全身所 新加坡国际战略研究所亚太安全 香格里拉对话高级研究员格雷厄姆就写道 确实五国联防的现代背景肯定是南中国海 中国正在那里反对马来西亚的沿海深所 增加了东南亚再次发生外部侵略和常规战争的可能性 那格雷厄姆在香格里拉对话网站上就写道 这些国家未来50年中保持警惕的观察时 他们的长期视野是否一致还很不清楚 换个焦点 印度军队正面临毁灭性后果 那印度政府706亿美元的国防开支一半以上 用于印度军人的养老金和薪金 并逐年在上升 那总理莫迪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府 无法在现有的结构内启动实际性的改革 因此印度政府周二决定拆除这座建筑本身 那根据一项名为火之道的新政策 印度军队不再招募专业士兵来为整个职业生涯服务 那通过该计划招募以短期合同入伍的士兵 合同期为四年 包括培训期和退役 没有任何养老金 健康或教育福利 之后他们中的四分之一 可能会被造回为正规士兵 从而在讨价还价的队伍中 留下不健康的竞争 那这将从根本上干扰印度武装部队的组织方式 那如果处理不当 可能会造成毁灭系的后果 尽管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很快就采取了 不应该通过储蓄临近看待军队的言论 但在莫迪领导下的过去八年里 国防部的拨款一直持续短缺 那国防服务需求的近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未被满足 上一次预算的总缺口中约有53%属于资本支出 这已资助了国防部队的关键现代化项目 而这些项目应该让他们在技术上与时俱进 以与中国和巴基斯坦等对手进行现代战争 那逻辑很简单 节省下来的工资和养老金可以用于现代化 政府正在为军队筹募资金 莫迪于2016年午夜 那突然宣布大面额紫币退出流通之后 印度经济从未复苏 通胀目前处于三年来的最高水平 那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 私人投资正在下降 过去几个月 外国机构投资者已从股市测出数十亿美元 那印度的失业率达到了两位数的历史新高 并且直到最近才恢复 伪装成就业不足 那城市居民搬回农村 并被证实从事农业或个体的经营 就业形势如此糟糕 以至于9亿处于法定工作年龄的印度人中 有一半以上 大约是美国和俄罗斯人口的总和 甚至完全停止了寻找工作 那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2020年的一份研究报告就指出 到2030年印度需要创造至少9000万个新的非农业就业岗位 在莫迪寻求2024年连任之际 这是一场危机 那莫迪本周就表示 政府将采取特别行动填补其办公室的空缺 并在未来18个月内提供100万个工作岗位 那拥有短期合同士兵的计划是上述声明的一部分 那短期合同士兵是一项创造就业机会的计划 旨在满足大量失业的印度人 但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那大多数的退伍军人都对只训练了6个月的短期合同士兵的专业能力 表示怀疑 他们表示一名士兵的磨合和他在军队中的成长需要一定的时间 而在印度环境中4年的时间可能太短 无法获得这种经验 那根据报道 国防服务部门提出了一个试点项目 在该计划下仅招募5000名士兵 为期5年 以研究实施前的效果 但该提议被政府拒绝 一个在边境面临来自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巨大威胁 并在硬控克什米尔和东北部部分地区使用军队的国家 如果没有足够的计划 就无法修补其国家安全结构 那近几个月来 印度也受到了多数派暴力的控制 穆斯林是主要的目标 由于国家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履行其宪法职责 国家已将其对暴力的垄断权拱手让给了印度教团体 那复原的短期和同士兵可以为这些希望使用暴力手段 追求其意识形态目标的团体提供一个主要的招募池 这种可能性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那研究就表明最暴力的种族清洗发生在多数社区的成员 获得了作为士兵的战斗经验 而少数社区没有组织的情况下 额外一个月的战斗经验与因杀戮归一或迁移 而导致的少数民族人口减少1.1%相关 那甚至前南斯拉夫和鲁旺达等地的种族清洗 也依赖于暴力专家的可用性和技能 特别是在国家强制力被削弱的环境中 印度的情况会有多大不同 那在印度今天的公共环境中 由于国家能力薄弱 那可能会出现一些关于该国宗教少数群体安全的 更不祥的警告 那通过考虑不周的短期和同招募士兵 来颠覆现有的军事结构 可能会为莫迪和他的政府节省数百万美元 但其对印度军队更令人担忧的是 对印度社会造成的破坏性后果的代价 将不得不由印度来承担 这是世界其他地方不能忽视的事情 新闻的最后 我们一起来关注结束对朝鲜的孤立 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那作家霍华德·弗伦奇 在外交政策上发表的文章表示 在与西方及其南部邻国数十年的紧张局势和敌对行动之后 结束对朝鲜的孤立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作者就指出 在关注东亚事件时 他见证了美国的处理方式 那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 他在日本和中国的军事基地进行了十多年的报道 那作者就表示 当时他目睹了美国总统布什在2001年9月11日袭击事件之后 将朝鲜纳入他所谓的邪恶轴心 这导致华盛顿对平壤采取强硬立场 多年来 记者目睹了朝鲜发射能力增强的导弹 并正在实验能够打击美国任何地区的弹道武器 那在那之后 迎来了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政策 他似乎没有准备好对朝鲜所持政策 在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在朝鲜与韩国的非军事化地区进行会晤时 特朗普顺从了自己的直觉 并与这位年轻的朝鲜领导人交流感情 作者就表示 这种外交就像之前的一切一样已经消失了 他评论说 现在是时候认识到 无论朝鲜无核化的愿望如何 无论这个问题多么紧迫 没有人至少在华盛顿有能力 让这个国家放弃其核计划 作者就指出 一再以武力相威胁也无法达到这一点 与平壤的邻国结盟也无法达到这一点 那时不时使用胡萝卜政策也无法达到这一点 向中国求助也无法达到这一点 那甚至寻求严厉的经济制裁也无法达到这一点 那纵上所述 作者就认为 现在是时候考虑尝试此前没有尝试过的方案了 那就是结束华盛顿和平壤之间的敌对状态 而这是朝鲜追求核武器的动机 那作者就补充说 大多数美国人不知道 美国和朝鲜之间的持续战争状态 朝鲜从未签署过结束朝鲜战争的和平条约 那作者就表示 这应该是美国与一个长期以来被描述为 世界上最孤立的国家之一 外交的明确目标 那与此同时 作者认为 朝鲜半岛减少甚至最终消除核武器的目标 可以提出一段时间 但现在唯一要尝试的就是 坚持减少敌意和紧张 作者就说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或韩国单方面解除武装 或是应该逐步与平壤重新接触 以结束对朝鲜的经济孤立 那并逐渐使其能够通过贸易和加强人与人之间 及外界的接触来创造一个更加繁荣的朝鲜社会 那作者在文章的结尾强调称 和平的最大希望可能在于说服朝鲜相信 外界并没有什么可怕的 从而可以逐步减少朝鲜立场的强硬 甚至可能实现与外国关系正常化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是王荣升 感谢您的支持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